或许这是每个男人都无法接受的事实 男人无意间看到了妻子的手机 一条暧昧的短信引起了他的注意 得知妻子周六要和对方在宾馆见面 这个消息犹如一阵晴天霹雳给了男人当头一击 他呆呆地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完全不敢相信贤惠的妻子竟会做出这种事 男人名叫贤宇 是一名电视节目编导 人到中年的他虽然事业没有太大起色 但身边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让他对未来充满希望 本以为生活会这样平静地过下去 然而这一天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由于贤宇负责的节目收视率不佳 电视台决定撤掉贤宇的节目 并要求他在三周内重新制作一档新栏目 当晚同事们聚在一起 想借这个机会把节目被取消的事告诉主持人 可众人却始终没法说出口 毕竟在一起合作了多年 节目被取消也就意味着主持人失业了 正当贤宇苦于无法开口时 看到了老婆的未接来电 这时他才想起今天本该自己去接儿子放学 聚会结束后众人各自回了家 贤宇独自留下将节目被取消的事告诉了主持人 最后一个离开的他被老板叫住买单 得知这顿饭花了52万 贤宇当场欲哭无泪 路过娃娃机时贤宇顺手抓了起来 但却一只娃娃也抓不到 回去的路上 看着自己买的股票不停地下跌 他似乎感觉生活失去了希望 甚至想到了从汉江跳下去 但当他想到家中还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正在等待自己 脸上又不自觉露出了笑容 贤宇的妻子秀妍在外人眼中是一名出色的职场精英 在丈夫眼中是一名完美的好妻子 也是儿子眼中的好妈妈 她总是能兼顾事业与家庭 不仅能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还能很好地照顾丈夫和儿子 温馨的家庭和完美的妻子 让贤宇感到无比的幸福 他们的婚姻也是众人羡慕的典范 在贤宇眼中秀妍就是她生命中的光 照亮了身边的所有黑暗 想到这里 贤宇赶忙给妻子发了短信 为今天忘记接儿子的事道歉 然后催促出租车司机快点开 回到家的贤宇小心翼翼地问妻子是不是生气了 秀妍却专心地打扫着卫生 丝毫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贤宇回屋时发现儿子正拿着妻子的手机打游戏 立刻抢过手机让儿子早点睡觉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 一个叫麦克的男人给妻子发来短信 约他周六三点在丘陵宾馆见 看到这条短信贤宇当场愣着 此时他不由地怀疑妻子和这个叫麦克的男人关系似乎不简单 难道是妻子背叛了自己 直到儿子抢走手机 他依旧呆呆地站在原地无法相信这个事实 内心崩溃的贤宇喝起了酒 他不知道怎样面对深爱的妻子 晚上睡觉时 他不停安慰自己一定是自己看错了 望着熟睡的妻子 他想努力克制自己内心的怀疑 可最终还是忍不住偷偷拿起了秀妍的手机 却发现自己不知道解锁密码 于是他想起了电影上特工的手法 可以利用面粉显露出隐藏的指纹 一番折腾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电影里果然都是骗人的 于是贤宇找到儿子帮忙解锁手机 胡料儿子却说手机密码被改了 这下更加深了贤宇对妻子的怀疑 第二天一早贤宇还在想着那件事 和往常一样 秀妍为贤宇和儿子准备好了饭菜 他告诉贤宇晚上公司有聚会要晚一点回来 随后收拾了一下准备出门 怀疑的种子已经在贤宇心中生根发芽 妻子的一举一动都让他感到可疑 贤宇送儿子上学时完全心不在焉 还顺手把儿子的书包扔进了垃圾堆 等校车时 小朋友们的妈妈都夸贤宇是个好男人 每天都是他送儿子上学 听到大家的夸奖 贤宇心想自己虽然不是满分丈夫 但妻子完全没有理由背叛自己 一定是自己想太多了 为了得知妻子的真实想法 贤宇找到了死党隐奇 身为律师的他情感经历丰富 在妻子安插的卧底时刻监视下 依旧是万花从中国 片叶不沾身 贤宇想知道有夫之妇 为什么会背叛丈夫 而他却淡淡地说是因为丈夫太窝囊了 听到这里贤宇不由地露出苦笑 下午公司开会讨论新企划案 电视台决定出一期关于出轨题材的节目 听着大家热情地发表想法 贤宇却感到内心无比的痛苦 搞得大家都不知所措 为了缓解尴尬 贤宇谎称有个朋友发现了妻子的短信 一个男人约他去宾馆见面 能否通过这个短信内容 推断出他们进展到哪一步了 但在这件事上 男性和女性的看法截然不同 最终安骏和宝英因为意见不合吵了起来 搞得贤宇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晚上心情压抑的贤宇约安骏陪他买醉 安骏看出他有心事 但是为了面子贤宇始终不肯说出妻子的事 回去的路上贤宇竟然碰到了秀妍 他立刻躲了起来偷偷观察妻子的一举一动 不料却被好友允琪破坏了这次好机会 秀妍也发现了远处的丈夫 几人寒暄了几句后 允琪匆匆带着心有力去 贤宇质问秀妍为什么会在这里 秀妍淡定地表示之前和她说过今天聚会的事 随后挽起贤宇的胳膊准备一起回家 贤宇却一把甩开妻子的手并质问道 同事聚会为什么要穿得这么性感 还化了这么浓的妆 还没等秀妍解释 贤宇就谎称公司有事独自离开了 来到公司贤宇翻看着新企划关于出轨的资料 脑海中不停闪过看到妻子短信的情景 这一切都令她痛苦不已 这事有人叫了她一声 原来是宝英 离婚后她偶尔会住在公司 无处可去的两人聊起了婚姻关系 贤宇问宝英为什么选择离婚 她回答只是因为不爱了 贤宇根本无法理解这个说法 她认为婚姻不只是爱情 相伴多年的夫妻不可能永远保持初识的悸动 即使那份激情淡了也应该携手走完一生 而宝英认为女性永远是渴望浪漫爱情的 听了宝英的话贤宇不知所措 她立刻跑回了家 准备找出妻子出轨的证据和她当面对质 男人在家里疯狂寻找着妻子出轨的证据 当她在心中埋下那颗怀疑的种子 一切看似平常的东西都显得格外可疑 看着妻子买了一件新内衣 让她联想起了电视台搜集的关于出轨相关资料 这下贤宇似乎找到了妻子背叛自己的证据 于是她走进卧室 原来一切都只是她的幻想 她依旧不知道如何开口 隔天她再次遇到了好友允琪 允琪见她吞吞吐吐 还以为是贤宇出轨被老婆发现了 作为一名情场老司机 允琪立刻出谋划策 可贤宇却对此并不感兴趣 她只想知道男人面对妻子的背叛应该有怎样的反应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允琪只是在梦中梦到了妻子背叛自己 她都会一脚将妻子踢下床去 而她自己对婚姻却并不忠诚 贤宇被这个渣男气得够呛 恨不得能当场了结了她 晚上贤宇翻找着通信录 她发现竟没人能够倾诉 毕竟被绿这件事太不光彩 精神恍惚的贤宇回到了家 发现母亲前来探望自己 看着母亲对妻子百般挑剔 可秀妍却依旧那样的温柔 面对母亲咄咄逼人的态度 贤宇有些不知所措 但一切都被温柔的妻子轻松化解 看着如此完美的秀妍 贤宇认为一定是自己错惯了她 送走母亲后 秀妍告诉贤宇公司有些工作要去加班 贤宇也没多想 独自哄睡了儿子 看到还没刷的碗筷 她又心疼起妻子的不容易 将家里的卫生好好打扫了一遍 可当她下楼买东西时 却无意间看到了令她震惊的一幕 秀妍坐在一个陌生男人的车上刚好从她身边驶过 下车时二人还举止轻易地握了握手 眼前这一幕似乎有些魔幻 贤宇愣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 回到家里她独自喝起了啤酒 脑海里不停闪过刚刚的画面 看着一家三口的合影 贤宇感觉此刻心如刀割 她不停地回放着当初婚礼时的录像 眼泪从眼角不停地流下 看着当初婚礼时二人许下的誓言 她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命运会如此对她 她喝下最后一口酒 鼓起勇气将这件事发到了网上 她想向广大网友求助 三天后妻子就会背叛自己 希望大家告诉她应该怎么做 醉了的贤宇做了一个梦 美丽的妻子手捧着鲜花向自己跑来 可当她想拥抱妻子时 她却与自己擦身而过 不顾贤宇的呼喊 转身投向了另一个人的怀抱 而自己却只能无力地看着一切发生 这时梦醒来 秀妍依旧还是那个温柔的妻子 可在贤宇心里却已经认定了她的背叛 妻子之所以表现得一如往常 只不过是担心露出破绽 她想确认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此时距离妻子和神秘男子约会 只剩下两天了 贤宇来到了公司 电视台的新节目是探讨婚姻与出轨的话题 同事们激烈地讨论着 可贤宇却如坐针毡 当听到爱情两个字的时候 她当场生气地喊道 看到贤宇如此激动 同事们都面面相去不知所措 这时贤宇的电话响起来了 原来是之前发的帖子火了 网友们纷纷在下面更替 有人劝她干脆离婚 也有女性留言觉得是贤宇的错 有的暖心网友安慰她振作起来 还有落井下石骂她是懦夫的 无数留言说什么的都有 但一条留言引起了贤宇的注意 这个网友劝她要冷静下来 首先预定了酒店并不代表出轨 应该要调查清楚再做结论 如果妻子是第一次出轨 一定要劝她悬崖勒马 贤宇觉得对方说得很有道理 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这时同事们讨论起究竟怎样才算出轨 这件事引起了男女双方的激烈讨论 男同事普遍认为没有发生亲密关系 就不算出轨 但女性同事认为有这种想法就算出轨 精神出轨也是一种严重的背叛 贤宇被这句话当场破防 会议结束后贤宇想起网友给她的留言 决定先调查出妻子出轨对象的身份 另一边 安俊和宝英吃完饭刚准备回公司 眼见的宝英一眼发现了街对面的秀妍 安俊刚想上去打招呼 一个陌生男人走了过去坐在秀妍身边 两人有说有笑看起来非常熟悉 安俊想搞个恶作剧连忙拍下了这一幕 顺手发送给了贤宇 此时的贤宇刚注册好社交软件 想以此确定第三者的身份 这时刚好收到了安俊的消息 上面写着你老活在和人约会还配上了图片 这下贤宇犹如舞雷轰顶当场愣在原地 安俊回到办公室还不停拿着是开玩笑 说对方长得超级帅 却不料贤宇生气地转身离开 在安俊不停地追问下 贤宇不得不说出妻子可能出轨的事 听到这件事安俊非常气愤 当事人贤宇还没说什么 安俊作为贤宇最好的兄弟却急了 吵着抓住那个男人暴打一顿 然后就和秀妍离婚 可贤宇听到离婚两个字时 她还是没法下定决心 她知道自己的内心深处还深爱着秀妍 可安俊却被气得暴跳如雷 她告诉贤宇 男人与女人出轨不同 男人是欲望作祟 而女性则是精神出轨更难回头 贤宇却依旧无法做出决定 安俊讽刺道 最终安俊提议 既然贤宇不敢去问秀妍 干脆找个私家侦探把事情调查清楚 当晚贤宇鬼鬼祟祟的来到侦探社却一直不敢进去 她悄悄跑到厕所给侦探打去了电话 不料侦探刚好在隔壁上大号 二人聊天的气氛稍显尴尬 不过侦探毕竟是专业的 一眼就看出贤宇想调查妻子出轨的事 随即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并向贤宇打包票 这件事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可内心纠结的她还是找到了好友允琪商量 两人刚一见面 允琪就掏出设备检查有没有被妻子监听 搞得贤宇一脸懵逼 作为一名超级海王 允琪每天都要和妻子斗智斗勇 简直看笔叠战片里的王牌间谍 然而贤宇根本不在乎她的撩妹技巧 这次她只想得到一个答案 如果女人背叛了丈夫一定会选择离婚吗 允琪的回答却令她心灰意冷 妻子出轨后会不会选择离婚 和丈夫并没什么关系 这完全取决于妻子愿不愿意放弃情妇 回归家庭 当遇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 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勇敢 内心无比痛苦的贤宇回到家中 她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看着秀妍一直发信息 贤宇装作不经意地问起 今天安俊看到她和一个男人吃饭的事 秀妍淡定的回答只是个普通同事而已 贤宇不死心还想问出点什么 秀妍的回答却滴水不漏 贤宇也只好心心作罢 隔天上班时气氛超级诡异 安俊自从得知了老大哥贤宇的事后 又急又气得她表现得格外激动 搞得同事们都有些不知所措 原本开会只是讨论电视台的新节目 可节目的内容偏偏是关于出轨的话题 这下安俊更替好兄弟感到难过了 搞得当事人贤宇都一脸无奈 众人也没有了开会的心思 会后贤宇想起了今天是 她和秀妍的八周年结婚纪念日 她为秀妍挑选了一件礼物 是一条星星形状的项链 因为妻子曾说过自己喜欢漫天的烦心 本该幸福甜蜜的新婚纪念日 却被那条该死的暧昧短信 蒙上了一层阴影 贤宇一个人独自喝着闷酒 她打开手机看着自己发的 关于妻子出轨的求助帖子 有人劝她搜集证据起诉离婚 有人劝她积极沟通挽回婚姻 还有人已经预定了跳江的位置 准备和她一起跳下去 暖心的网友鼓励她 吃瓜的网友求更新 这个帖子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无数网友等着看她继续连载下去 想知道二人最终的结局 这时刚好宝英走了进来 二人聊起朴导演和妻子 去度过的迎婚假期 贤宇眼中满是羡慕 宝英告诉她 随着岁月的流逝 婚姻会变得更加坚固 彼此的感情也会更加劳不可分 所以才会有这种称呼 回去的路上贤宇忍不住问宝英 结婚八年是什么婚呢 宝英告诉她这叫橡胶婚 这个期间的婚姻就像橡胶一样 想断也断不了 听到这里贤宇似乎得到了一些启示 她跑到蛋糕店为秀妍买了蛋糕 随后还准备了一大束气球 想着给妻子一个浪漫的惊喜 她希望这次能够确认彼此的心意 摆脱妻子出轨带来的阴影 他们一定能够重新得到幸福 可现实却很残酷 满心欢喜的贤宇回到家 屋子里却是空无一人 她立刻给秀妍打去了电话 原来妻子正带着儿子参加同学的生日会 今晚不回来了 失落的贤宇本想暗示些什么 可却始终说不出口 她放飞了手中的气球 原来秀妍根本没记住今天结婚纪念日 贤宇独自点燃蜡烛 内心的痛苦却无法舒服 就在嫌疑感到不知所措时 私家侦探发来调查结果 气愤的贤宇本想彻底结束这一切 可看着资料她却犹豫了 她无法面对妻子的背叛 更不想结束这段苦心经营八年的婚姻 她害怕一旦打开资料 夫妻二人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最终贤宇默默地删除了这条消息 绝望的贤宇再次找到了那台娃娃机 这是她多年来一直保留的爱好 可命运总是爱和人开玩笑 娃娃竟卡在了出口 她愤怒地踢向机器 想拿出属于自己的娃娃 这时老板走了过来 贤宇解释自己只是想拿出娃娃 但老板却当场拒绝 贤宇告诉老板 自己在这抓了八年的娃娃 却从没做弊步 这些年抓娃娃的钱 都够买下这台机器了 可老板依旧不肯把娃娃给她 贤宇歇斯底里地大喊着 早知道今天是这样 自己何必一直循规蹈矩 一次次地去投避抓娃娃 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就在一瞬间 她只能通过大口发泄着心中的步骤 我听到没有什么 相当不众生,你能不送ią 但是不设致 我怎么届心 用不众生 我必不忧心 我必不忧心 我一定要 我必不忧心 我必不忧心 我必忧心 最终贤宇回到家更新了帖子 他决定明天下午三点去现场抓奸 此时距离妻子约会的时间只剩下十小时 贤宇已经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这场风暴也即将迎来最终的结局 这是所有男人都不愿接受的事实 还有八小时妻子就会和神秘男子在酒店见面 这时贤宇的手机响了起来 原来他之前在网上发的求助帖子引起了网友围观 义愤填膺的男网友表示坚决不能原谅妻子 而女性网友则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有人说时间会冲断一切 有人为他加油打起 也有人主张让他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这是一个网友给出了一个中卡的建议 感情的状态出了一个中卡的建议 感情的状态出了一个中卡的建议 此时贤宇的脑子里一片混乱 面对几千条留言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失落的贤宇放飞了本药送给老婆的气球 然后写了把脸让自己冷静一下 脑海里回想起网友的话 他想为了孩子的幸福再努力一次 这时妻子回到了家 一家人如往常一样一起吃着早餐 吃完范秀妍开始化妆准备出门 贤宇暗示他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干嘛 秀妍却没觉察出什么异样 准备出门时贤宇本想挽留妻子 可秀妍却以上班迟到的理由出了门 此时贤宇既害怕又不安 他并不想亲手接过残忍的真相 送儿子上学时贤宇小心翼翼地试探俊秀 如果爸爸妈妈以后要分开你选择跟谁 可爱的俊秀希望爸爸妈妈永远不要分开 察觉到父亲最近的异常 小俊秀安慰爸爸 如果感觉工作压力太大就给自己放松一下 随后还把自己要送给女同学的棒棒糖给爸爸 并鼓励贤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一定要加油 面对这样懂事可爱的儿子 贤宇摇摆的心更无法坚定下去 可工作还是要继续 筹备已久的节目今天就要开始拍摄 可安俊看到贤宇来了公司立刻不淡定了 他急切地问贤宇 今天你老婆就要和那个迈克去酒店见面了 你怎么还有心情工作 他希望贤宇能和秀妍好好谈谈 如果真的没有回旋的余地 就闯到酒店暴打那个小子一顿赔钱私聊 贤宇却为了孩子不想把事情搞得太难看 虽然安俊一直安慰着贤宇 可他还是感觉自己烦闷得要疯了 只能在天台大喊 而此时距离妻子秘密约会的时间只剩五小时了 节目讨论会上大家讨论起今天的拍摄 一个同事说最近网上一篇关于老婆出轨的贴子报 贤宇一看资料愣在当场 大家还讨论起如果自己遇到这种事会怎么办 安俊表示 当然是啥也不说直接上去就干 而另一个同事则表示 遇到这种事必须要冷静 他会调查出男人的所有家庭信息 然后给他致命一击 让他彻底身败凌链 宝英却觉得这样处理并不好 你们说的都是自己想象的事 万一发帖人并不是想报 或许他只想挽回婚姻了 如果按照你们的做法最终只能以离婚收场 这时大家决定联系这名发帖人参与这期节目排水 嫌语被吓尿了 立刻发短信给安俊 告诉他发帖人就是自己 台湾会允齐的老婆亚拉来到了电视台 不放心丈夫的她名为探班 实际上是为了监视允齐 原来电视台之前邀请了允齐做拍摄的特约顾问 他不仅能为节目提供法律援助 而且深谙出轨之道 对各种出轨的骚操作如数家珍 今天本要跟去拍摄 他趁着众人开会的间隙联盟去找小三了 贤宇见状谎称允齐出去买药了 之后联盟打电话叫他快点回来 过了一会允齐立刻赶了回来 凭借出色的演技成功瞒过了老婆 贤宇看着他卖力的表演露出一阵鄙夷 二人好说歹说送走雅拉 允齐却觉得一身轻松 这下彻底惹恼了贤宇 联想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贤宇怒骂允齐是个人渣 背叛了深爱自己的妻子 却丝毫没有负罪感 这样的人渣应该被好好教训一顿 被骂了一顿的允齐不明所以 还对着贤宇说你不也背叛了妻子吗 贤宇实在憋不住了 他表示自己永远不会背叛婚姻 是秀妍出轨了 允齐呆立在原地不知该说些什么 被撕开伤口的贤宇 躲在角落里抽烟 这时宝英碰巧出现 他告诉贤宇自己很佩服雅拉的行为 自己的丈夫也出轨了 不过他并不像雅拉那样勇敢 为了不想受到伤害 他甚至不敢问出真相 最终离了婚却不明不白 现在的他很后悔 听了宝英的话 贤宇呆呆地坐在原地 掏出了儿子给的棒棒糖 这一刻他似乎充满了力量 此时距离妻子到酒店约会 只剩下一小时 他再次翻看着网友们的留言 那个名叫金枪于沙拉的网友 留言再次引起了他的注意 使用暴力并无法解决问题 不仅无法挽回妻子 也无法使婚姻回到从前 如果你还爱着妻子 那就告诉他你比那个男人更爱他 贤宇站了起来 他终于决定不再退缩 这次他要直面 一直以来不敢面对的残酷真相 他将今天的拍摄任务 交给同事后赶往了酒店 好兄弟安俊和允气跑来鼓励贤宇 安俊还脱下自己的媳妇给了他 在朋友的鼓励下贤宇开车赶往酒店 一场惊动韩国的桌奸大戏即将上演 这是一场惊动了全韩国的桌奸现场 男人祈祷妻子千万不要出现在酒店 他拿起手机全程连载了自己的桌奸大戏 吃瓜群众们彻底疯狂了 喊着让他打开直播大家给他刷火箭 有人要他痛打小白脸 有人怒骂他是个窝囊废 还有网友羡慕他这种人还有老婆 也有在线做等大结局的 贤宇本想通过酒店前台 得知肩负预约的房间号 却被前台以隐私为由拒绝 这是好兄弟安俊急得不行 网上好事的网友纷纷说自己是目击者 有人说贤宇将小白脸打进了医院 也有的说他在打自己的老婆 一时间谣言四起 说的还有鼻子有眼的 听到这里安俊实在受不了了 当场放下工作赶到酒店给贤宇打气 此时的韩国网友都在等着 看这场魔幻的伦理大戏 就连七十多岁的老奶奶都不抢鸡蛋改看直播了 好兄弟的到来给贤宇增加了一丝底气 此刻他正苦于没有房卡无法走进电梯 安俊立刻求助万能的网友 有大神告诉他直接开房就可以拿到电梯卡 贤宇却有些犹豫 还是好兄弟安俊靠谱 当场拉着贤宇去开房间 不过前台却告诉他们房间已经预定满了 气得安俊直跳脚 他俩这种行为引起了旁人的围观 大家眼神中充满惊讶 好奇为什么这两个男人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放肆 安俊和贤宇正商讨着接下来的对策 而设置组这边也成功采访到了委托人 作为专家中的专家 允七只通过几句话就猜出委托人被绿了 他断定委托人穿的衣服是妻子送的 敷衍的颜色和不合身的尺码 加上他把衣服穿在里面 证明委托人本身不喜欢登山 这件衣服是妻子为了缓解内疚随便给他买的 而他也是利用登山的借口出轨的 宝英对这种分析不屑一顾 可接下来的问题答案全都和允七推测的一样 男人的妻子经常出去登山 他内心虽然有怀疑 但是碍于男人的面子 他始终无法对妻子开口 当允七问他是否想离婚时 男人给出了和贤宇一样的答案 离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为了孩子还是想和妻子好好沟通 接下来允七问他能否试着不去想这件事 男人和贤宇的回答又是惊人的一致 他们都根本无法带着怀疑和妻子度过一生 这时委托人接到了电话 有人刮到了他的车响和他协商解决 可今天是妻子开着他的车去登山了 事故地点却出现在了一个酒店 设置组立刻决定陪委托人前往事发地点 另一边贤宇和安俊也在焦急地等待 时间已经过了三点 而秀妍并没有和所谓的情人一起出现 贤宇开心不已 觉得或许是自己错怪了妻子 安俊建议他给大嫂打个电话问问他在哪里 秀妍告诉贤宇他在开会 但人一旦在心中埋下怀疑的种子 那么这颗种子就会逐渐生根发芽 他还是对秀妍充满了怀疑 这时安俊接到了宝英的电话 设置组马上要和委托人去现场 他怕自己一个人应付不了 只能先行离开 可贤宇依旧是忧心忡忡 安俊不停地安慰着他 最终贤宇还是让安俊先去完成工作 自己独自面对这一切 设置组来到了事发酒店 刚好碰到谎称去登山的老婆和一个男人走了出来 场面瞬间变得魔幻了起来 设置组立刻开始录制起这场魔幻的家庭伦理撕逼大喜 这种爆炸的节目效果一出 立刻就会引起巨大的轰动 在节目组的劝导下 夫妻二人同意心平气和地谈谈 可懦弱的丈夫还没说什么 犯错的妻子反而振振有词 不仅完全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反而怒骂丈夫无能又窝闹 甚至当丈夫提到孩子的时候 他当场表示孩子他不要了 只想和爱人远走高飞 唯唯诺诺的丈夫不知所措 这时宝英怒从心头起 上去就给了他一个大逼兜 在场的同事都猛了 这边事情还没解决 贤宇那边却看到了他最不想看到的画面 秀妍挽着一个男人的手臂走进了酒店 他握紧拳头想冲上去 可最终还是只能无力地待在原地 看着妻子和男人远去的黑 贤宇内心痛得无法呼吸 拿出儿子给他的糖 又想起网友们的评论 在电梯门关上的最后一刻 他戴上帽子冲向了电梯 随着电梯的上升 人们也逐渐走下了电梯 只剩下他们三人 这时贤宇和秀妍的眼神碰撞在了一起 面对妻子的背叛 你会如何选择呢 贤宇最终还是发现了残忍的真相 他硬着头皮跟踪妻子走进了电梯 秀妍发现了电梯里的贤宇 他心虚地问丈夫怎么会在这里 贤宇谎称是来工作的 此时电梯内安静地可怕 肩负迈克内心慌张到了极点 他自作聪明地问贤宇要去几楼 他们刚好要去大厅 这下给贤宇彻底激怒了 不仅破坏我的家庭还拿我当傻子 他质问迈克去大厅为什么手里拿着房卡 电梯里的气氛凝重地令人窒息 贤宇干脆不装了 要求三人去房间里谈谈 路上贤宇不停地声呼吸劝自己冷静下来 他想亲口告诉妻子 自己比那个男人更爱他 这时突然想起允骑说的话 他还是随手拿出手机拍下了两人的照片留作证据 贤宇自顾自走进房间 看到迈克竟然还挺会玩 开了的大床房 他强忍怒火让二人坐下 秀妍全程低头不敢直视丈夫的眼睛 贤宇将这些天的心路历程全部说了出来 自从发现暧昧短信到今天 他度过的每个日夜都是痛苦与煎熬 听到这里迈克主动认错请求原谅 当听到对方有家庭时 贤宇当场暴怒 他咆哮地质问道 你们只是闹着玩的吧 不料却发现秀妍摘掉了结婚戒指 他绝望地质问妻子是不是动了真心 面对丈夫的质问秀妍无言以对 迈克却抢先说道 他和秀妍从没想过破坏对方的家庭 严格意义上的确只是闹着玩而已 虽然是这种非正常的关系 但他们是彼此相爱的 贤宇被这种无耻的话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虽然迈克一遍遍表达着他和秀妍都很内疚 但贤宇还是爆发了 一旁的秀妍只是说了一句对不起 都是自己的错 之后就开始了沉默 贤宇只能大声咆哮着 气愤的他完全忘记了之前想要挽回妻子的话 取而代之的是直接提出了离婚 随后便独自转身离去 出门之前他回头望了望秀妍 见对方毫无反应 他一拳打在门上 走出门口的他还不停回望 希望妻子能追上他挽回婚姻 可等待换来的只有无尽的失望和痛苦 另一边宝英因为怒垂委托人的老婆被关进拘留所 幸灾乐祸的安俊在一边疯狂嘲笑 离了婚的宝英找不到人保释 安俊自告奋勇做了他的监护人 随后还暖心地对宝英表达了浓浓的爱意 得知贤宇这边处理完了妻子的事 安俊和允琪立刻赶过来接他 两人很关心他到底会怎么处理 可贤宇的话却让二人为他心疼 两个兄弟陪着贤宇去买醉 已有几分罪意的贤宇对兄弟袒露心声 妻子爱上了的样样都比自己好的高富帅 本来自己已经想好了一切 可面对妻子时却完全不知所措 允琪表示那些没有灵魂的安慰话语都没用 直接离婚 然后去找个比他更优秀的女人 安俊吵着让贤宇坚决不离婚 必须报复这对狗男女 凭什么让他们过得幸福美满 绝不能让他们好过 听着两个兄弟的争论 贤宇不知所措地喝着闷酒 晚上回到家 曾经温暖幸福的家如惊空无一人 贤宇把今天经历的事更新到了贴子上 或许今天是他最后一次更新了 自己的婚姻也迎来了最终的结局 这时门铃响了起来 以为是妻子回来了 贤宇本想和他大吵一架 仔细一看来人原来是妈妈 贤妈一进屋没看到秀妍和孙子 立刻问贤宇他们去哪里了 这时贤宇才想到没去接儿子 他立刻跑到幼儿园 得知俊秀被秀妍接走了 他马上打电话给妻子 电话却始终接不通 回到家才发现儿子在写作业 当看到秀妍时 夫妻之间相对无言 最终还是贤宇打破了成绩 秀妍再次向贤宇道了歉 但贤宇却表示 希望贤妈离开后 秀妍尽快从家里消失 随后决绝地走出了房间 饭桌上夫妻两人都保持着沉默 贤妈发现小两口有些不对劲 随后私下找到贤宇 她怀疑是儿子出轨了 不仅教育了贤宇一顿 还一直说着儿媳一边工作 一边带孩子不容易 贤宇内心是有口难言 可为了不想破坏妻子的形象 她还是没有对母亲 说出犯错的是秀妍 贤宇哄睡了儿子 秀妍想和她好好谈一谈 可她说的话却让人火冒三丈 贤宇再不想听到任何解释 决绝地让妻子等母亲走后 就离开这个家 秀妍看着态度坚决的丈夫 内心挣扎得她无奈转身离去 其实贤宇也没有看上去的那样决绝 深爱妻子的她不过是在强装淡定 第二天一早 秀妍和贤妈准备着早餐 贤妈为了缓和夫妻二人的关系 让贤宇陪秀妍和儿子去游乐场 这时贤宇根本没有心情出去玩 秀妍看出丈夫的心思 立刻帮忙解围 可贤宇却丝毫不领情 完全没给妻子好脸色看 只觉得心中一股怒气无法消散 随后打开了之前的帖子 没想到吃瓜网友们纷纷催更 甚至还发起了投票 选择离婚的打一 选择原谅妻子的打二 如果是你 你会做怎样的选择呢 这是男人一生中的至暗时刻 他发现了妻子的背叛 于是将整件事发到了网上 可网友们却为是否原谅妻子而争论不休 面对网友们的众多留言 一位名叫金枪于沙拉的网友给出的建议 引起了贤宇的注意 他首先安抚了贤宇的情绪 然后问他 不明不白地结束这段婚姻 是你真正想要的结果吗 虽然妻子犯了错 但你的身上就没有问题吗 应该先去试着和妻子沟通 了解一下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下午公司开会讨论起上次拍摄的节目 由于桌奸现场宝英没忍住 打了委托人的老婆 宝英内心非常愧疚 他的行为导致委托人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比如婚姻为什么会走到那一步 老婆出轨的理由是什么 是委托人自己做错了什么呢 这些话引起了闲语的注意 这不正是自己想知道的事吗 众人讨论得非常激烈 而一旁的贤宇却若有所思 休息时宝英给了贤宇一个金枪鱼饭团 联想到那名一直安慰自己的网友 也叫金枪鱼沙拉 贤宇误以为宝英就是那个网友 刚想确认对方的身份 这时上司又把贤宇叫到了办公室 原来上司收到消息 有其他团队准备挖走他的得力干将宝英 这个事情已经在圈内传开了 贤宇找到安俊想商量一下对策 没想到安俊听到这个消息反应激烈 大骂宝英是个叛徒 还被气得差点无法呼吸 贤宇不仅没得到任何有用的建议 还要反过来安慰安俊 夜里面对事业和爱情双重打击的贤宇不知所措 想起一直以来宝英对自己的支持 和每次迷茫的时刻对方给出的补免 贤宇不想失去这个好朋友 好伙伴 他决定亲自找对方谈谈 得知宝英所在的位置后 贤宇立刻找到安俊一起前往宝英所在的餐厅 二话不说就冲进了包间 看到宝英正和一个男人在吃饭 贤宇误以为对方就是其他电视台来抢人的 当场激动地表示 以前经常压榨宝英是自己错了 以后自己绝不会这样了 希望他能留下来 不料却只是个误会 宝英根本没有准备跳槽了 现在只是在相亲 得知自己闹了乌龙 贤宇立刻向对方道歉 甘大地离开了包间 安俊听说宝英在相亲当场急了 隔天贤宇旁敲侧机地问宝英 对网上那个娃娃机发表的 关于妻子出轨的贴子怎么看 宝英回答那个男人太窝囊了 但自己还是想为对方加油 因为自己也遭受过老公的背叛 他不希望别人也经历自己承受过的痛苦 听了宝英的鼓励 贤宇认为他一定是网上 一直安慰自己的金枪鱼沙拉 他回去立刻发了贴子 先对金枪鱼沙拉给出的意见表达了感谢 随后表示自己会和老婆沟通一下 认真倾听对方的心理话 努力挽回婚姻 回家的路上贤宇已经想清楚了 离婚并不是他想到的结果 信心满满的贤宇回到了家 发现贤妈把秀妍和儿子都接过去住了 她打给了秀妍希望好好谈谈 等待妻子的时候 她心情忐忑地不停来回踱步 想着怎样和妻子开口 没一会秀妍就回来了 夫妻间第一次心平气和地坐到了一起 贤宇抚摸着二人的婚戒 等待着妻子的解释 秀妍再次诚恳地道了歉 并表示自己从未想过离婚 贤宇趁机问秀妍他们在一起多久了 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 可秀妍并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 贤宇被她的态度再次激怒 平静地对话变成了争吵 本想挽回妻子拯救婚姻的贤宇 离婚两个字却脱口而出 秀妍发现根本无法和贤宇好好沟通 决定先到婆婆家住一段时间 但被怒火冲昏头脑的贤宇一把拉住了她 偏要从秀妍口中得到她想要的答案 生气的秀妍表示 他们已经在一起六个月了 贤宇还咄咄逼人地问她发展到哪一步了 面对步步紧逼的贤宇 秀妍给出了一个让她彻底崩溃的答案 这一刻贤宇所有的防线被彻底击溃了 这个令人绝望窒息的答案让她痛到无法呼吸 遭受了重大打击的贤宇向金枪于沙拉求助 她不知道现在自己该怎么办 手足无措的贤宇没有等到恢复 她想干脆直接表明身份 去找金枪于沙拉本人问个清楚 可找到宝英后却发现自己认错了人 对方的论坛的ID叫布丁 并不是自己一直要找的金枪于沙拉 发现认错人的贤宇立刻打岔 匆忙离开了公司 回到家的贤宇只能用酒精麻痹自己 隔天上班的路上 贤宇的脑海中不停浮现出妻子的脸庞 曾经甜蜜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可如今却失去了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她无法坦然面对妻子的背叛 更无法原谅破坏了自己家庭的第三者 既然无法从妻子口中得出答案 那么就找到第三者问个清楚吧 贤宇来到迈克的公司门口 准备好好修理一下 这个破坏自己婚姻的男人 她带着坚毅的眼神 气势汹汹杀进迈克的公司 一场男人之间的对决即将上演 一个遭到妻子背叛的男人有多可怕 她凌厉的眼神中充满怒火 今天必定要让那个男人付出代价 贤宇气势汹汹地走进了迈克的公司 对方刚一出现 贤宇就握紧拳头做好了战斗准备 迈克一见面就赶忙道歉 正当贤宇想要问出关键问题时 突然灯光熄灭了 原来是同事们为迈克准备的生日惊喜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贤宇感到不知所措 最后还在众人的簇拥下 稀里糊涂地和那个破坏自己家庭的男人合了眼 这番操作惹得好兄弟安俊当场暴怒 恨不得连贤宇一起打一顿 肩膚的照片表起来 挂在客厅好好欣赏 随后两人又开始争论起来 到底怎样教训迈克 贤宇家人给不出什么有用的建议 只能无奈地转身离开 打开电脑又看到了金枪于沙拉的留言 对方告诉他 打了那个男人也无法解决问题 这样只会让妻子更加厌恶 你要做的是面对妻子 而其他网友则是义愤填膺 有的骂她是胆小鬼 有的怂恿她去和对方决斗 甚至有些网友因为意见不合 在评论区里疯狂互骂 而此时的秀妍心里也很难受 其实那天嫌雨撂下狠话离开宾馆后 迈克也毫不留情地转身离去 她的内心充满了悔恨与愧疚 虽然婚姻已经走向了破裂的边缘 但是为了儿子能上自己喜欢的美术学院 她依旧四处托人帮儿子争取名额 可刚来到公司秀妍又接到恶号 上司以她有孩子无法负责项目为由 夺走了她一直在跟进的项目 许久的付出毁于一旦 面对婚姻事业的双重打击 秀妍此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嫌雨这边工作还要继续 他们将新节目命名为危险的嘱咐 为了节目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他们需要收集更多素材 可没有哪个出了鬼的人愿意接受采访 一个同事提起了一款对女性免费的交友软件 可以注册账号进行暗访 从而收集更多关于出轨的素材 不过必须要先选一个诱饵 同事们的眼光纷纷看向正在玩手机的嫌疑 被逼无奈的嫌雨化身终极特工 全身都安装了监听设备随时准备赴约 可刚到了约会现场就发现有些不对劲 这个照片和本人的差距稍微有点大 嫌雨本想借机了解一下对方的家庭状况 不料对方却是如狼似虎之辈 对着嫌雨就是上下其手四处乱摸 吓得嫌雨浑身发抖 下班回到家 空荡荡的屋子让她倍感凄凉 恍惚间她仿佛又看到了秀妍 妻子的身影不经意地出现在家里每一个角落 可回过神来却依旧只是她一个人 此刻她只能用酒精麻痹自己 与此同时秀妍还在边工作边照顾孩子 当儿子问起上美术学院的事 作为一个好母亲 秀妍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儿子完成梦想 可懂事的俊秀却告诉妈妈她不想去美术学院了 爸爸告诉过她不要让妈妈太辛苦 妈妈的幸福需要她和爸爸一起守护 儿子的话让秀妍内心五味杂沉 眼泪在眼眶里不停打转 一个人在家的嫌雨躺在床上 脑海里秀妍的声音让她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本想吃点要让自己冷静下来 无意间却在抽屉里发现了一个钱包 想起昨天刚好是麦克的生日 这一定是秀妍为她准备的生日礼物 嫌雨愤怒地把钱包扔在一边 她感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绝望 隔天上班时 嫌雨又想起那晚妻子的话 她心里还一直想着麦克 又想到昨晚发现的钱包 这次她的愤怒达到了极点 开车驶向了肩膚的公司 两个男人再一次见了面 麦克只走了身边的同事 嫌雨握紧拳头冲向对方 男人闯到肩膚的公司 本想做她一顿 没想到却阴差阳错地 为对方过了个生日 再次钱去复仇时 又被对方的保安吓退了 第二次报复行动再次失败 憋屈的嫌雨现在有些不知所措 而妻子这边也不好过 不仅事业上遭受了重大打击 项目被强行夺走 还要疲于奔命地 应对儿子学校的家长群 家长们讨论接送孩子放学的问题 由于之前求人帮忙 问儿子上美术学院的事 欠下人情的秀妍 虽然现在已是身心俱疲 但还是不得不揽下了 接孩子的任务 回去工作时又恰巧碰到了 下属工作出错 心情烦躁的秀妍 严厉地训斥了对方 休息时下属找到秀妍认错 秀妍却先向对方道了歉 表示自己最近压力太大有些敏感 当得知下属是为了让自己提前下班 又不好意思在下班后打扰到秀妍 才在匆忙间导致了工作的失误后 秀妍明白是家庭的琐事影响了工作 一直以来在家庭和事业上都力求完美的她 此刻已经感到了一丝力不从心 这也是一直以来这个完美妻子 完美母亲不为人所知的一面 失落的秀妍再次见了迈克 原来正是他转走了秀妍的项目 两人的事情被闲语发现后 迈克立刻翻脸无情 告诉秀妍以后两人不要联系了 面对迈克的决绝 秀妍脸上露出了一丝落寞 随后迈克将贤妍找过自己的事告诉了秀妍 晚上贤妍给秀妍打了电话 将自己去找迈克的事告诉了她 可秀妍觉得两个人的事应该他们自己解决 贤妍觉得她还在袒护对方 明明是妻子犯了错 可从头到尾受伤的就只有自己一个人 最终通话再次不欢而散 没想到这时迈克在社交软件上通过了贤妍的好友申请 看着对方的资料 贤妍更加无法控制内心的愤怒 对方的朋友圈里全是老婆和孩子 俨然一个道貌岸然的好男人 一边晒着老婆孩子的照片 一边又去破坏别人的家庭 这次贤妍下定决心必须解决这件事 他来到迈克家附近 看着他和妻子过着恩爱的生活 而那个男人却夺走了自己的一切 贤妍歇斯底里地砸着方向盘 他将对方约了出来 迈克平静地表示自己理解贤妍的心情 但这次贤妍只想从他口中得到答案 在得知那次在酒店被抓是唯一一次后 贤妍一拳重重地打在了他的脸上 迈克还是不停地道歉 可贤妍的家庭已经支离破碎了 怎么可能平静地接受对方的道歉呢 再次将迈克打倒之后 他掏出了手机 贤妍要让他也尝尝家庭支离破碎的滋味 他要求迈克向妻子坦白自己出轨的事 没想到对方竟坦然地接过了电话 贤妍一把抢过了他手中的电话怒吼道 你老公和我老婆出轨了 听到这个消息 迈克的妻子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贤妍成功报复了那个毁掉自己家庭的男人 网友们得知此事纷纷表示支持 街边的老奶奶和儿媳为了得知这次报复的结局 迫不及待地找人借来了智能手机 当得知男主终于报了仇 吃瓜的老奶奶总算松了一口气 隔天秀妍听到同事的议论 听说迈克的脸被人打伤了 他立刻想到了这肯定是贤妍做的 回家的路上贤妍并没有感到复仇的快感 而是想不通为什么只有自己在为婚姻努力 刚走进家门 秀妍出现在了贤妍面前 他问贤妍是不是打了迈克 得知丈夫不仅打了对方 还将这件事告诉了对方的老婆 秀妍震惊了 他劝贤妍不要再把这件事闹大了 两个人应该冷静地坐下谈谈 但此时的贤妍哪里听得进去 秀妍的话让他误认为妻子还在袒护对方 愤怒的贤妍拿出之前找到的钱包质问秀妍 但秀妍却说这是送给她的 贤妍冷嘲热讽道 一个连结婚纪念日都不记得的女人 还会送给丈夫礼物吗 愤怒的贤妍撕心裂肺地怒吼着 为什么在这件事中受伤的只有自己 而你却总摆出一副受害人的姿态 这次秀妍实在受不了了 她决定搬出婆婆家 并将这件事向她坦白 这次争吵让事态走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就在贤妍磊崩溃的时候 没有撒谎 钱包的确是送给自己的 夫妻俩的婚姻最终还是走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得知儿习要分居 婆婆表示坚决反对 此时她还以为是儿子犯了错 劈头盖脸地骂起了贤妍 并让他们好好为了孩子想一想 心怀愧疚的秀妍想说出实情却被贤妍拦住 最后贤妈让夫妻俩想清楚 一旦分居之后就再难回头了 婆婆的话让秀妍陷入了沉思 可她不想两个人继续互相伤害 还是收起了行李执意离开 最终贤妍拦住了她 不忍心让老婆孩子流落街头 她只能自己独自离开 无处可去的贤妍来到公司 她在帖子上更新了和妻子分居的事 网友们对于这场家庭伦理大戏热情依旧 纷纷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有人觉得分居意味着彻底结束了 也有人认为因为不敢离婚所以选择分居 还有网友气愤地要求曝光他们的身份 铺天带地的评论让贤妍心烦意乱 虽然生活一团糟 正当大家谈论节目时 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电话 原来是迈克的老婆希望和贤妍谈谈 对方先为自己丈夫的所作所为向贤妍道了钱 可随后的话题让贤妍大吃一惊 他表示迈克是个完美老公 也是儿子的完美爸爸 贤妍告诉他 在认识你老公之前 我老婆也是完美妻子 完美妈妈 聊天的气氛有些尴尬 随后他表示自己已经原谅了丈夫 贤妍不解为什么他会如此平静 他说自己也生气了 但想到自己还爱着丈夫 就鼓起勇气原谅了他 贤妍当场愣住了 本以为两人都是受害者 但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随后对方竟还反问了一句 你们怎么样了 贤妍谎称他和妻子的感情也没那么容易结束 他们已经和好了 一阵尴尬的沉默后 耐克的妻子离开了餐厅 贤妍彻彻底崩溃了 原来只有自己这么在乎这件事 自己成了整个世界唯一的牺牲品 他愤怒地扯下手上的结婚戒指 本想将他直接扔掉 可最终还是忍住了 八年的婚姻并没有那么容易放弃 他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才好 另一边的秀妍正在参加家长们的聚会 一个家长听说秀妍的老公在电视台工作 希望他能让老公帮忙找个摄影师 拍摄孩子们的运动会 由于对方帮儿子解决了学校的事情 欠下人情的秀妍只能勉强答应下人 晚上无家可归的贤妍找到一家宾馆 这时接到了妻子的电话 秀妍想让他帮忙找摄影师为儿子的运动会拍摄 贤妍气得够呛 心想这种时候妻子怎么还好意思求自己败事 随后不问青红皂白直接挂断了电话 她觉得妻子丝毫不关心自己在外面过得怎么样 或许是心里根本没有自己 好不容易找到了住处 但老板娘看出她的状况有些不对劲 不停地敲门进来查看情况 气得贤妍和她吵了起来 原来老板娘看她面色阴沉 担心她会在这里做傻事 之前这个房间就出现过这种事情 得知房间里死过人 贤妍当场懵逼 本想凑合将就一下 但是躺在床上越想越害怕 还是决定另外找个住处 与此同时 秀妍回到家发现婆婆来了 对方还为她做好了饭菜 得知咸语搬出去了 婆婆怒骂儿子不知好歹 就应该给她点教训 看着婆婆处处维护自己 秀妍的内心充满愧疚 最终她受不了内心的煎熬 将自己出轨的事告诉了婆婆 本以为婆婆会暴跳如雷 没想到一口喝完整杯酒后 婆婆并没有爆发 而是平静地表示 她能体谅秀妍多年来的辛苦付出 你真是死了 有很多愁 你准备什么 是一冰一天 你眼睛的沙细 我只是在那里 不准忍住了 你把手拿走 我只是在那里 我只是在那里 你妈妈看了那里 我怎么会看得到 我只是在那里 听完婆婆的话 秀妍已是满眼泪水 原来自己多年的付出 婆婆都看在眼里 这时俊秀走了过来 她问爸爸去哪儿了 婆婆安慰她爸爸 很快就会回来 眼前这一幕 让秀妍的内心更难受 她从未想过婚姻 会走到这一步 而刚从宾馆出来的 贤妍无处可去 一个人落寞地坐在秋千上 不久安俊赶了过来 看着如此凄凉的贤妍 思考了许久 她还是带贤妍回了家 贤妍难闷 为什么安俊 从来不让别人来家里 但很快她就发现了异常 明明已经结了婚的安俊 家里却只有一把牙刷 整个屋子里 都显得异常的干净 完全没有女人生活的气息 随后贤妍四处查看了一番 心中的怀疑欲言欲练 一个箱子引起了她的注意 在联想起和安俊的对话 贤妍心里产生了 一个可怕的想法 趁着安俊不注意 她悄悄地走到了 那个箱子前 眼见瞒不下去了 安俊只好坦白 原来早在新婚旅行三天后 妻子就离家出走了 这么多年来她一直自己住 但老婆跑了 这种事情又不光彩 怕丢了面子 她一直没有说出实情 为此她才一直假装 自己有个幸福的家庭 贤妍没想到 安俊竟然比自己还悲惨 连忙安慰起了好兄弟 可那件事给了她太大打击 如今她再也不敢相信婚姻了 就这样他们开始了 比惨大会 两个男人越聊越痛苦 最终干脆抱在一起 痛哭了起来 隔天两人顶着红眼圈 就来到了公司 贤妍接到了妻子的电话 秀妍又提起了 找摄影师的事 却被贤妍不问青红皂白地拒绝了 妻子本想缓和关系 劝贤妍搬回去住 夫妻两个好好谈谈 但还在赌气的贤妍却一口回绝 回到办公室 无意间看到了抽屉里的结婚戒指 贤妍的内心又开始矛盾了起来 而秀妍这边 一边忙着工作 一边又面对着喋喋不休的家长群 巨大的压力让她身心俱疲 这时候她接到了迈克妻子的电话 两人刚一见面 对方拿出一副教训小三的姿态 咄咄逼人地数落起秀妍 说她不过是个倒贴自己丈夫的女人罢了 把别人的老公当成逃离现实的救援者 随后还警告她 永远不要忘了她对自己一家人的伤害 对方的话就像锋利的刀子 一刀刀扎在秀妍的心口 可她却只能低下头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 刚回到公司 上司就要求秀妍今天必须完成工作 可这时几个家长群里又催促她去接孩子 所有事情碰到了一起 让秀妍感到近乎崩溃 她只能打电话给贤妓求助 贤妓却以今晚节目首播为由拒绝了她的请求 最终贤妓还是放心不下孩子 放下了手里的工作来接俊秀 看着儿子孤单地身影贤妓非常心疼 这时小朋友的妈妈们前来感谢贤妓帮他们找了摄影师 贤妓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秀妍就赶到了现场 她一进门就鞠躬感谢妈妈们帮忙照看儿子 还为大家都准备了小礼物 看着妻子在外人面前点头哈腰 贤妓的内心十分复杂 这是一个妈妈又提起了摄影师的事 这次贤妓没有博了妻子的面子 连忙表示这件事包在她身上 妈妈们寒暄了几句后 贤妓把儿子抱上了车 然后转头开始责怪妻子 为什么见到那些家长要点头哈腰的像个吓人 甚至觉得她根本没有为俊秀做过什么 在她看来妻子主动承担帮班级找摄影师的事 只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能力 一句话就能让自己的傻子老公做任何事 而她并不知道秀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此刻秀妍已是彻底心灰意冷 两人最终不欢而散 贤妓赶回节目首播的庆功宴现场 其他人都走了只剩下宝英一个 宝英注意到贤妓没带结婚戒指 随后意味深长地问贤妓 你知道拿下戒指代表什么吗 贤妓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想起刚刚送儿子回家时的场景 妻子那柔弱的身躯背着儿子艰难的上楼 虽然举步为奸可她却还在拼命坚持 这一刻贤妓似乎理解了妻子的不容易 恰逢此时那个叫金枪瑜的网友发来信息 她让贤妓想想结婚时的誓言 意味着夫妻之间需要互相帮助 弥补双方的不足 试着和妻子再次沟通一下 或许还可以挽回这段婚姻 想到这里 贤妓向宝英到了别 她赶到公司取回了结婚戒指 决定今晚和老婆再好好沟通一次 挽救即将破裂的婚姻 而此时已经彻底失望的秀妍 却取下了结婚戒指 将她留在了离婚协议上 男人回到家想和妻子好好谈谈 希望能够挽回即将破裂的婚姻 却只看到了妻子留下的结婚戒指和离婚协议 贤妓立刻给母亲打电话询问妻子在哪 贤妈告诉她 秀妍留下孩子独自离开了 并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真相 虽然秀妍确实犯下了难以原谅的错 但不要光顾着生气 应该多为孩子想想 这时秀妍发来的短信 她觉得两个人一见面就会吵架 这样下去只能互相伤害 自己心里会更加的愧疚 贤妓彻彻底崩溃了 一把撕掉了桌上的离婚协议 她想不通为什么妻子明明嘴上说着道歉的话 却还要提出离婚 另一边庆功宴结束后的安俊喝得烂醉 她又想起了之前的伤心往事 坐在地上大哭了起来 宝英拿她没办法 最后只能用一个纸箱子将她围了起来 还在头上贴上了纸条 上面写着早晨七点请教醒我 与此同时秀妍已经请了长假 一连串的变故让她身心俱疲 最终她一个人坐上了离开城市的火车 晚上闲雨来到了安俊家发现家里没人 独自买醉的她刷起了网友们的留言 大家还以为她已经和妻子和好了 都说金枪瑜沙拉给的建议很有用 但已经喝醉的贤雨却回复了 金枪瑜就是个只会讲哲学的疯子 她的建议完全没用 随后更新了老婆离家出走 并留下了离婚协议的事 网友们立刻转向 甚至觉得贤雨就是听了金枪瑜沙拉的话 才导致的离婚 第二天一早贤雨接到了安俊的电话 得知他们的节目收视率报表后 贤雨依旧是面无表情 而还没从心寸中缓过进来的安俊 却猛然发现自己躺在大街上 兄弟两人在便利店碰了头 贤雨告诉了安俊妻子提出了离婚 安俊吃了一惊 她觉得秀妍实在太过分了 自己犯了错境 还理直气壮地先提出了离婚 这时身后传来了一阵议论的声音 原来昨晚贤雨喝醉后发的贴子诱火 安俊打开手机一看 贤雨因为妻子出轨的事 俨然已经成了当今顶流网红 两人来到公司 同事们纷纷为节目取得成功而感到心心 可贤雨却没有心思庆祝 她再次打电话联系妻子 但电话却始终接不通 虽然事业取得了成功 可妻子的离去还是让贤雨心烦意乱 她打开电脑又看到了 金枪与沙拉的留言 可此时的贤雨已经不相信对方的话 她立刻发帖反驳道 你总让我回想和老婆在一起的初心 试着理解她 但现在她已经提出了离婚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此时的秀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了老家 父亲见女儿独自回来 似乎意识到了些什么 但她却什么都没问 转身就去为秀妍准备饭菜了 等盐爸做好饭 却发现疲惫的秀妍已经睡着了 帮女儿盖好被子后 她默默转身离开 不知道女儿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帮不上忙的盐爸 只能独自一个人在门口抽烟 秀妍还没睡多久 就被家长群吵醒了 她已出差的理由暂时敷衍了过去 紧接着手机 弹出了多个贤雨的未接来电 但此刻她只想冷静一下 随手关掉了手机 她来到父亲身边 父女俩坐在一起聊起了家常 没想到这时 找不到妻子的贤雨打来了电话 本想问问岳父秀妍再不在她那里 但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后 她还是没能问出口 联系不到妻子的贤雨心烦意乱 她只好给秀妍发去短信 希望两人能好好谈谈 晚上放心不下孩子的秀妍 给儿子打去了电话 懂事的俊秀告诉妈妈 晚一点回来也没关系 只是自己想爸爸妈妈了 孩子的话让她内疚不已 夜里睡不着的秀妍拿起书走出门 却无意间翻到了 贤雨以前写下的留言 想起曾经他们谈恋爱时 无论多忙也会抽出时间一起去看星星 还约定了以后 一定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曾经他们也是那样的恩爱 可如今一切已是物是人非 自己犯下的错 将婚姻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隔天秀妍还是收拾好行李准备回去 父亲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给了她一些钱 希望她能给外孙买些好吃的 随后一路跟在车后为女儿送行 直到车子开到看不见父亲的角落 秀妍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刚回到首尔 秀妍第一件事就是去接了儿子 俊秀问妈妈今晚回来住吗 秀妍不知道怎么回答 在孩子面前他们并没有争吵 而是选择暂时放下恩怨一起回了家 这次他们终于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了 咸语想知道秀妍出轨的真正原因 为什么曾经令人羡慕的婚姻会走到这一步 最终秀妍鼓起勇气说出了真相 其实她一直很痛苦 在家庭与事业间不断地勉强自己 因为她不想让任何一方失望 所以明知自己已经无法承受了 但还是假装若无其事地微笑面对 不仅要面对工作的压力 无尽的家务和育儿的烦恼 占据了她所有时间 她真的感觉自己太累了 正当自己感觉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那个男人突然出现了 她给了自己长久以来缺失的关怀 在对方面前她可以自由地做自己 她让自己沦陷在了一种虚假的幸福中 最终一步步越过了道德的边界 听了秀妍的解释 贤语根本无法理解 她感觉自己也生活得很疲惫 可成年人的生活不都是这样吗 难道只是因为这些小事 就可以背叛家庭吗 面对贤语的指责秀妍气不成声 最终她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妻子向丈夫坦白了自己犯错的原因 面对无法理解自己的丈夫 最终她做出了离婚的选择 第二天一早 秀妍带着儿子去同学家里玩 贤语误以为她要带走孩子 立刻拉住儿子的手不放 还许诺今天要带她去动物园 虽然儿子还是想去同学家玩 但贤语对妻子表示 自己绝不会允许她带走孩子 邻居们见到这对夫妻的状态 纷纷猜测他们应该是要离婚了 一个人在家的贤语再次体验了单身的感觉 没有妻子在身边的她 连个简单的面都煮不好 正当贤语焦躁不已时 好兄弟安俊和允琪带着酒来看望她 这下贤语终于把羁压在内心的痛苦 全都宣泄了出来 自己明明也很辛苦 却从没向妻子抱怨过 就连生病的时候 第一时间想到的也不是痛 而是自己死了以后老婆和孩子怎么办 兄弟三人越聊越来劲 在安俊的劝说下 贤语决定今后要大胆做自己想做的事 随后贤语决定从今开始不再循规蹈矩的生活 自己也要放纵一下 三个男人来到KTV嗨了起来 允琪还带头大秀了一波令人头皮发麻的舞蹈 唱完歌 贤语又说自己要去做点之前老婆不让做的刺激事 充满期待的允琪被她气得够呛 原来贤语口中刺激的事就是抓娃娃 但是为了安抚好兄弟的情绪 二人还是默默陪在她身边 秀妍这边 儿子因为搬到新家不适应尿了裤子 她告诉妈妈自己想家了 秀妍抱着年幼的儿子心疼不已 夜里她独自帮儿子洗着弄脏的衣服 想起俊秀对自己说的话 她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画面一转 允琪好奇贤语周围有没有其他异性 却发现电话里存的都是男人的号码 不死心地她翻起了贤语的社交软件 果然还是找到了一个女人 得知对方是贤语的初恋 而且最近刚刚离婚 允琪瞬间来了精神 贤语刚刚离婚初恋情人就出现了 这不就是缘分吗 于是怂恿贤语给对方发个短信 见贤语死活不肯 允琪又以专家的身份解释道 分手这么多年 对方还一直留着你的联系方式 证明她心里肯定还是对你有意思的 本想拒绝的贤语拗不过允琪 最终还是给对方发了一条短信 三个男人等了一整夜 却没等到回信 隔天一早对方终于回了一局 最近过得还好吗 允琪觉得这代表对方心里肯定还有贤语 另一边秀妍一大早送孩子上学 家长们发现最近很久没见到贤语了 感觉他们夫妻两个不太对劲 可能是要离婚了 这段对话却被一旁的俊秀听到了 秀妍回到公司 同事们也对此事议论纷纷 这时幼儿园的老师打来了电话 得知儿子打了同学 秀妍立刻赶到了幼儿园 当问起儿子为什么打架时 往常乖巧听话的俊秀却一言不发 与此同时贤语正徘徊在初恋的咖啡厅门前 正要离开的他却被对方叫住 15年没见的两人聊起了家常 初恋还记得贤语喝咖啡时喜欢放糖 随后他们一起去餐厅吃了饭 二人聊起了曾经的美好时光 正当贤语和初恋追忆往昔的时候 秀妍却因为繁忙的工作没法陪孩子 回头看着儿子孤单的背影 秀妍的内心充满了愧疚 隔天上班时 家长们又在群里讨论起孩子升学的事 这是一个家长在群里转发了一个时下最火的帖子 秀妍点进去一看当场愣在原地 那个出轨的妻子不就是自己吗 她愤怒地给贤语打去了电话 质问她是不是发帖人娃娃机 贤语没想到秀妍会看到那个帖子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愤怒的秀妍质问道 难道你就那么想被人看笑话吗 贤语解释 自己只是当时太压抑了才会发了那篇帖子 况且也不会有人知道发帖人的真实身份 发帖的事的确是自己欠缺考虑 但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呢 很快两人又吵了起来 秀妍无奈挂断了电话 心情郁闷的贤语找到宝英寻求帮助 宝英表示自己能理解秀妍的不容易 她就像是一个倒满水的杯子 只要再滴上一滴就会爆发 有时候妻子只是需要丈夫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 给她一些鼓励和安慰 有时哪怕只是一句辛苦了 也能给她带来继续下去的勇气 这时秀妍打来了电话告诉她儿子不见了 贤宇和宝英立刻赶了过去 一见面秀妍哭着向贤宇道歉 贤宇生气地喊道 现在哭有什么用 随后几人开始分头寻找孩子 没过多久安俊就打来了电话 告诉她俊秀被车撞了 贤宇连忙赶到医院 她愤怒地指责秀妍没看管好孩子 病喝吃着让她离开 以后孩子自己带 来到儿子的病床前 贤宇拉着儿子的手一直说着对不起 但懂事的俊秀却说是自己对不起爸爸 她没有替爸爸照顾好妈妈 让她很累 为了照顾自己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 上次还看到她流鼻血了 随后她又问贤宇什么是离婚 因为同学说爸爸妈妈离婚了 自己以后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 所以她才打了同学 这件事惹妈妈生气了 她以后不会再打架了 她希望爸爸能多抽出时间陪陪妈妈 听了儿子的话贤宇心里更难受了 她向俊秀保证自己一定会保护好妈妈 父子间的对话让秀颜泪如雨下 正当她想要离开时 安俊追上来拦住了她 希望嫂子可以认真地看完贤宇的帖子 在那里面包含了她的真心 回去后秀颜认真地读起了那篇帖子 她也明白了一直以来贤宇的痛苦与挣扎 还有自己给她带来的一次次伤害 帖子里不仅包含了丈夫对自己的爱 还有那些她从未曾说出口的心意 最终秀颜在贤宇的帖子下留了言 她表示自己不会和丈夫附和了 在明白了一切后 她更无法原谅自己了 如果妻子或丈夫曾经背叛了家庭 遭到背叛的一方真的能忘记那段过去吗 妻子认真了解了丈夫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 最终愧疚不已的她选择了离开 贤宇将受伤的儿子接回了家 隔天一早起床准备送儿子上学 刚出房门就踩到了地上的玩具 望着凌乱的房间 第一次单独照顾儿子的贤宇 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手忙脚乱地收拾好书包后 立刻匆忙地为儿子吃饭 又一路火急火燎地赶上了校车 却发现上班快要迟到了 送完儿子贤宇立刻赶到了公司 由于之前的节目收视率爆表 很快就吸引了日本客户的青睐 而贤宇完全没有心思开会 一直担心晚上没人接孩子 不停地看着手表 好不容易等到了下班去接儿子 老师却告诉她 儿子同学允后的妈妈 已经帮她送俊秀去上美术课了 向老师到了谢之后 贤宇不禁感叹道 除了当裂兵的时候 自己还从没有过这么忙碌的一天 晚上给儿子洗澡时 俊秀又说想妈妈了 没法对孩子道出实情的贤宇 只能硬把儿子背进了浴室 洗完澡又遇到了个大难题 幼儿园要求父母帮孩子 完成手工作业 贤宇一个大男人 对穿针引线是一窍不通 最后他灵机一动 用定书器帮儿子 做了个超级难看的娃娃 实在没办法的贤宇 只好打电话花钱请人来做 可儿子却说 必须要和家长一起完成 这一刻贤宇终于明白了 原来育儿并不只是接送孩子 和扔垃圾那么简单 隔天一早贤宇送俊秀去上学 发现原来今天幼儿园休息 最后他只能将儿子带到了公司 没法帮俊秀完成作业的贤宇 盯上了公司的女同事 想求对方帮儿子做好玩偶 这时秀妍打来了电话 担心孩子的秀妍想知道儿子怎么样了 贤宇嘴硬地说自己把儿子照顾得很好 随后还问秀妍要了允后妈妈的电话 方便以后他帮忙接孩子时和他联系 此时夫妻间除了孩子 已经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 而秀妍这边又遭遇了职场歧视 上司得知了他最近在闹离婚 担心会影响工作进度 强行取消了他手中的项目 面对领导冷漠的态度 秀妍感到十分无奈 他只好一再向上司保证 自己绝不会因为私事影响工作 走出领导办公室 秀妍无力地靠在门上 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和挫败感 让他倍感压抑 而贤宇这边则大不相同 新节目的爆火让他的事业蒸蒸日上 上司正畅想着部门的未来 这时贤宇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原来是允后妈妈将他拉进了家长群 一条条的信息让他心烦意乱 根本无心正常工作 家长群里的信息繁杂琐碎 但为了和家长们打好关系 只能硬着头皮在群里尬聊 不料却一个不小心 把消息发到了工作群 为了能迅速融入家长的群体 咸语可谓是煞费苦心 一条条堵起了那些 自己完全不感兴趣的信息 下午工作时 家长群里的妈妈们又聊起了家长 导致咸语分心 在节目中出现了重大的失误 咸语对同事们抱怨起了家长群 总是聊没用的事 害得自己根本没法专心工作 一个女同事告诉他 这种社交是无法避免的 妈妈们的联系会持续到孩子上小学 为了孩子总要和家长们搞好关系 这下咸语总算明白了 为什么妻子之前总是讨好其他家长 傍晚贤语接到了同学的电话 大学时的教授去世了 明天要去参加葬礼 他只好拜托安俊帮忙照看一下俊秀 葬礼现场贤语和秀妍再次相遇 两人都感到十分尴尬 但在同学面前 他们依旧要装作恩爱夫妻 吃饭时同学们提议晚上一起去关心 贤语和秀妍也只能尴尬地一起去了 一个女同学问秀妍 为什么当初身为校花的她会嫁给贤语呢 秀妍笑着说 是自己先喜欢上贤语的 虽然大家都说她优柔寡断 但自己觉得她为人稳重 跟她在一起会过得幸福 这番真情实感的话 让贤语的内心大受触动 两人四目相对 内心再次感到了久违的悸动 回到教授的葬礼现场 秀妍看着贤语一个人 缝补着儿子的手工作业 笨手笨脚的 她又将玩偶的手缝到了头上 秀妍接过玩偶一针一线地 帮她缝了起来 贤语吐槽着这些天来的育儿烦恼 两个人在一起的画面 既温馨又美好 但美好总是短暂的 逢好儿子的玩偶后 秀妍默默地转身离去 隔天众人准备回去时 贤语主动开车送秀妍回家 路上秀妍给儿子打去了电话 俊秀说自己很想妈妈 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无法回答的秀妍匆忙挂断了电话 车上的气氛显得十分尴尬 最终还是贤语先开了口 听完贤语的话秀妍沉默了 回到家后 秀妍想了很久 最终她匿名在贤语的帖子下留了言 她问贤语能忘记妻子曾经犯下的错吗 另一边的贤语看到了留言 短暂地思考了一下 她回复到自己能忘记 并且已经原谅了妻子 很久没有更新的帖子突然更新了 网友们有的为她献上了祝福 有的不看好这段婚姻 更有甚者愤怒地辱骂起发帖人 觉得妻子应该受到处罚 但一条留言让贤语大为吃惊 一直安抚贤语挽救婚姻的金枪于沙拉也留了言 她告诉贤语 就算能原谅妻子 也绝对无法忘记那些事 但贤语却体谅了妻子的辛苦 她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忘记之前的事 可以和妻子重归于好 可她不知道的是 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丈夫遭到了妻子的背叛 两人的婚姻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独自生活的这段时间里 丈夫逐渐体会到了妻子的不容易 随后在网络上发帖表示 自己已经原谅了妻子 但这篇帖子早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无数网友都在等待这对夫妻做出最后的决定 网友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有人愤怒不已 觉得妻子最大恶极 有人怒骂贤语就是个窝囊废 也有网友希望看到圆满的大结局 一直关注这对夫妻的网友们为此吵得不可开交 这天贤语拜托了宝英和安俊照看孩子 自己去找了秀妍 夫妻俩又一次坐到了一起 或许是许久没有过这种独处的机会 这次聊天的气氛十分轻松 两人脸上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一场灾难症悄然降临 一名过激的网友已经人肉出了他们的真实信息 此时宝英来到了安俊家帮忙照看俊秀 看着脏乱的地面不禁感叹道 两人一边做饭一边不忘斗嘴 机灵的俊秀及时送来助攻 晚上两人一起哄睡了俊秀 之后开始聊起了人生 聊着聊着气氛逐渣暧昧了起来 隔天贤语过来接孩子 从宝英和安俊口中得知 儿子俊秀为妈妈准备了生日礼物 他们提醒贤语可以趁这个机会表达心意 照看孩子这两天把宝英和安俊累得够强 他们决定去犒劳一下自己 刚吃了梅一会两人又开始斗起了腿 隔壁桌大叔听到他们的对话 表示他们两个很奔对 宝英还嘴硬地说 就算男人死光了也不会看上安俊 聊着聊着 几个陌生人也一起加入了酒居 大家在一起畅饮了起来 贤语这边为妻子准备了一束花当生日礼物 还贴心地让店家写了祝福语 画面一转 秀妍收到了一大束玫瑰花 同事们都羡慕不已 可当她打开贺卡时当场惊呆了 卡片上写着 背叛家人的布伦女不值得原谅 你老公或许原谅了你 但我绝对不会 收到鲜花的秀妍内心慌张不已 她觉得这件事应该和老公的帖子有关 随后立刻打开了那个论坛 果然发现帖子下有人留言要曝光她的身份 秀妍瞬间慌了神 看着周围的同事 每个人都有可能是那个知情人 她惊恐地扫射着四周 一个电话将她惊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是儿子借了老师的电话 祝她生日快乐 此时的秀妍手足无措地在走廊徘徊 家长群里又传来了妈妈们的对话 有人说爆料人表示 女主是个图像设计师 允后妈还八卦地问秀妍认不认识对方 她不也是图像设计师吗 还有家长说如果被爆料 当事人就彻底射死了 就连孩子都要被人指指点点抬不起头 心急如焚的秀妍不知如何是好 回去的路上一直魂不守舍 总感觉身边有双眼睛正看着自己 失魂落魄的秀妍刚回到家 看着丈夫和儿子开心地为自己庆祝生日 她也只能强颜欢笑 一家人愉快地过了这个夜晚 贤妍还特意送出了那条星星项链当作礼物 哄睡儿子后 秀妍本想对贤妍说出今天发生的事 可最终还是把话吞进了肚子里 夜里宝英翻看着贤妍的帖子 无意间发现了有人送花恐吓秀妍的事 对方还扬言即将曝光秀妍的真实身份 于是宝英立刻将这件事告诉了贤妍 贤妍听说这件事非常生气 她完全没想到 自己只是在网上发了个帖子 会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 她立刻打电话安慰秀妍并向她道了钱 如果不是自己发了帖子 也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贤妍向秀妍保证一定会处理好此事 但这时秀妍反而冷静了下来 她表示自己的确犯了错 就算要承受别人的非议也无所谓 可儿子该怎么办 贤妍安慰秀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夫妻二人暂时忘记了蒙在婚姻上的阴霾 隔天贤妍找到宝英和安俊商量对策 宝英觉得爆料人要么是为了博得关注 要么是把这件事带入到了自己身上 把自己的痛苦发泄在了秀妍身上 贤妍突然受到了启发 她将自己帖子下所有的留言都读了一遍 随后挑出了言论过激的网友记下ID 但此时任何人都有可能是爆料人 根本无法分辨出具体哪个更有嫌疑 无奈的贤妍最终只能再次发帖 她说自己已经原谅妻子了 请求对方不要曝光妻子的身份 网友们对此议论纷纷 这是对方发来的留言 这种女人绝对不能原谅 既然你做不到那就由我来惩罚她吧 您挽救会曝光她的真实身份 贤妍被这突如其来的留言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而秀妍那边也是惶惶不可终日 内心的不安让她对周围的事物极为敏感 想到即将给儿子带来的伤害更让她痛心不已 为了挽救家庭的贤妍再次发帖 祈求对方不要曝光妻子的身份 网友们有的赞成有的反对 但爆料人就是要惩罚秀妍 屏幕前的贤妍根本拿她无可奈何 转眼间已经到了晚上 所有网友都守在电脑前等待曝光的消息 眼见就要到了对方说的时间 贤妍却无法阻止即将发生的一切 焦急的她只能拼命地打字不停刷新帖子 表示自己原谅了妻子 希望以此阻止对方爆料 与此同时秀妍也在关注着论坛 看到丈夫一条条快速的留言 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她发文表示自己就是娃娃机的老婆 自己的确犯下了错 就算被曝光也没关系 但丈夫和孩子不应该为此受到伤害 不料这一举动反而激怒了爆料者 此时的咸语电脑刚好没电了 她插上电源立刻重新开机 已经处于接近疯狂的 她焦急地等待着电脑开启 不料此时屏幕上刷满了网友们的留言 无数网友受到了他们的感动 纷纷在论坛上留言写道 我们已经原谅你的老婆了 网友们的行为让秀妍感动不已 与此同时一个始终关注此事的网友站了出来 她黑进了论坛调取了爆料人的IP 很快贤宇就收到了对方发送的地址 她飞奔地跑到了对方所在的位置 可令她不敢相信的是 爆料人竟是一直提拔自己的上司 在贤宇的追问下 上司也说出了她这么做的缘由 原来她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功劳 和孩子在国外生活 可最终却遭到了妻子的背叛 当看到了贤宇的帖子时 感同身受的她内心非常愤怒 最终才做出了这种事 听了上司的讲述 贤宇流出了眼泪 或许不只是为她 这眼泪也是为自己而流 最终醒悟的上司发帖表示 一切都只是自己的玩笑 这么做只是为了博取观众 一场危机被完美地解决了 一家三口再次坐在了一起 秀妍也过了一个快乐的生日 正当一切结束秀妍准备离开时 贤宇对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是自己曾经忽视了妻子的感受 让她一个人默默承受了太多 一番真情流露让两人都湿了眼眶 夫妻二人再次拥抱在了一起 本以为即将迎来一个圆满的结局 可此时贤宇脑海中 不自觉闪现出了曾经的那些画面 她不自觉地一把推开妻子 本想再次拥抱秀妍 可脑海中的影像却怎么也忘不掉 面对丈夫无法解开的心结 秀妍也只能流着泪离开 或许这才是一个男人 遭到妻子背叛后的真实反应 当拥抱妻子的那一刻 男人脑海中不停闪过妻子背叛的画面 秀妍哭着表示自己理解丈夫 面对贤宇始终解不开的心结 两人再次陷入了沉默 秀妍告诉贤宇 之前在帖子上问她 能不能忘记妻子犯过的错 那段提问其实是自己发的 得知此时贤妍有些惊慌 为了挽回婚姻 她当即表示自己会努力忘记 随后指着一家人的合照说道 他们一定能回到从前 但此时的秀妍已经清醒地认识到 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贤妍还想努力争取一下 可秀妍心里明白 有些事情越想忘记越忘不掉 眼看事情已经没有了回旋的余地 贤妍劝秀妍为了孩子好好想想 离婚会对孩子造成多么大的伤害 贤妍还提出两人可以暂时分居 她不停地欺骗自己 告诉秀妍只要给自己一些时间 他们一定能重新开始 此刻贤妍也非常傲慢 为什么明明选择了原谅 却无法忘记那些事 第二天一早 夫妻两人坐在沙发上整夜无眠 最终贤妍只能选择逃避 以上单位又走出了家门 眼含泪水的秀妍 只能无力地看着丈夫离开 贤妍刚到公司 就发现允琪的老婆来了 雅拉告诉她自己准备和允琪离婚 贤妍不明白为什么她明知道丈夫的所作所为 还一直选择姻缘 如今却突然要离婚 雅拉告诉贤妍 一直以来自己不过是在自欺欺人 因为深爱着丈人 她一直选择蒙上双眼 对她所做的是视而不见 希望能用自己的爱来感化她 可最终却发现无论怎样欺骗自己 也无法忘记丈夫与别的女人在一起的画面 在爱与恨的边缘不停徘徊 使自己逐渐变成了怪物 所以她决定要彻底结束这种生活 离开时雅拉突然向贤妍道歉 她曾留言让贤妍想想妻子出国的真实原因 想想自身有没有什么错 现在想来是自己错了 无论什么借口也无法成为背叛的女人 随后她还给了贤妍一个忠告 可以原谅却无法忘掉 越是挣扎着想去忘记 反而会越陷越深 这句话让贤妍当场愣在原底 原来自己一直寻找的人生导师 竟是雅拉 她就是在网上一直帮助自己的金枪于沙拉 对方走后贤妍脑海里一直回想着她的话 最终她终于认清了现实 自己一直觉得可以忘记妻子的背叛 但事实却是根本无法忘记 想通一切后贤妍找到了秀妍摊牌 她不停说着对不起 可秀妍却表示应该道歉的是自己 虽然对这八年的婚姻充满不舍 但最终两人还是决定放手 隔天他们去办理了离婚手续 孩子的监护权给了秀妍 面对每个月的高额抚养费 贤妍毫不犹豫地签下了字 当工作人员向他们确定丈夫见孩子的时间时 两个人静默契地商量了起来 秀妍怕周末贤妍看孩子太辛苦 贤妍担心其他时间会给秀妍增加负担 工作人员从没见过这样的离婚夫妻 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二人 之后两人又为房子争论了起来 他们都希望能将房子留给对方 工作人员见状不由地问道 你俩真是来离婚的吗 办案手续两人正式提交离婚申请 电梯里气氛沉默得可怕 其他夫妻们都在争论着抚养权和财产 他们却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边 当工作人员叫到贤妓时 他似乎有些犹豫 办理好所有流程 他们还需要去看离婚的教育视频 视频里因父母离异给孩子带来的痛苦 还有孩子们撕心裂肺哭喊父母的声音 秀妍难过得泪流满面 贤妓的内心也是无比的痛苦 晚上贤妓和秀妍将离婚的事情告诉了贤妈 贤妈激动地表示坚决反对 她不明白为什么贤妓明明原谅了秀妍 两个人还坚持离婚 她苦劝秀妍为了孩子能再考虑一下 但是已至此再没有了挽回的余地 离婚带来的伤害 并不是只有当事人才体会得到 紧接着他们又将此事告诉了盐爸 盐爸一言不发地喝着白酒 秀妍愧疚地说着对不起 盐爸红着眼眶说是自己对不起女儿 贤妓则表示都是自己的错 我贼的最片里非常难受 你会不会镊死了 你会不会镊死了 你会不会死掉 你贵不得了 你会不会战断 我会不会死掉 你会不会死掉 我 Revel才能忘記了 一家人的心里都不好受 最难的一关就是面对儿子俊秀 咸语借着带俊秀出去玩的机会 小心翼翼地对儿子说 以后爸爸和妈妈要分开住了 俊秀要跟着妈妈一起住 随后问儿子还记不记得自己说过的话 他擦去儿子的眼泪告诉他 妈妈一个人很辛苦 以后爸爸不在了 你要帮我照顾好妈妈 父子两人抱在一起 咸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对不起 诉说着对儿子的愧疚与爱意 搬家这一天两人一起整理行李 家里的东西充满了二人的回忆 秀妍把俊秀的相册留给了咸语 记录着儿子一天天长大的照片 让咸语心里泛起了一股心酸 隔天咸语上班后 秀妍最后一次看了一眼 那个和丈夫一起生活多年的家 眼前的一切都充满了两人甜蜜的回忆 他想起第一次为丈夫做饭时的酒 想起咸语得知他怀孕时那一刻的惊喜 而如今却再也回不去了 想到这些 秀妍不禁悲从中来 潜然落泪 咸语生活和工作还在继续 他告诉网友们自己离婚了 这是他经过无数次思考才做出的选择 感谢这么多网友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帮助和鼓励 之前是他一直埋怨妻子却没能好好反省自己 如今娃娃机的故事已经到了终点 这就是他为这篇帖子写下的结局 真心地祝福所有关注帖子的网友都能得到幸福 此刻一直关注这篇帖子的人们都从中获得了一些触动 那对整天吵架的夫妻最终理解了对方 一直想跳江的大叔不再颓废 准备开始新生活 之前那个对此愤怒不已的男人 最终也从这件事中得到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妻子离去的第一个夜晚 咸语似乎感觉身边总是少了些什么 他打开冰箱无意间看到了妻子贴的便签 又看了看秀妍留下的一盒和便当 一种莫名的辛酸涌上心头 想吃一顿大餐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 但在这个没有妻子和儿子的夜里 思念让他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本想去冰箱里拿些泡菜 可再次打开冰箱时 无法控制的情绪瞬间爆发了出来 这是女人离婚后发自内心的独白 丈夫将离婚的消息发布到网上后 遭到了一些激进网友的人身攻击 秀妍无法忍受那些对咸语的恶意评论 随后在帖子下留了言 承认了自己就是那个出轨的妻子 发生的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一直以来丈夫都是个温暖的人 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她选择了离婚而辱骂她 随后秀妍讲述了这些年的心路历程 她和丈夫相识于大学的天文社团 之后两人从相知到相爱 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他们有了一个天使般的宝宝 转眼间孩子到了两岁 因为不想像公司的前辈们一样为了孩子放弃工作 只好狠心把儿子寄放到了幼儿园 虽然自己已经用尽了权力 但还是无法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 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那时感觉自己已经到了极限 就算看着儿子被其他小朋友孤立也无能为力 现在想来 无论是作为一个母亲还是一名公司职员 自己都没能做到最好 后来为了孩子不被孤立 自己开始努力融入家长们的群体 就算跑遍整个首尔 也只是为了能买到一个孩子们喜欢的玩具 每次幼儿园要进行野外活动 自己都会为所有小朋友准备好便当 每天都要疲于奔命地应对家长群里的消息 要看其他同事的眼色提早下班 之后往返两个小时去接儿子放学 正当生活的压力让他无法喘息时 那个男人出现了 他给了自己一丝休息的时间 和他在一起的时间里 自己不用再去想生活的琐碎 疲惫的灵魂得到了片刻喘息 自己就像一个孩子追逐飞向车道的气球一样 最终没忍住诱惑朝着气球的方向跑了过去 秀妍承认 如果那天丈夫没有出现在酒店 自己或许还在那条车道上徘徊 至于现在自己和贤雨的关系 就像已经完结的小说 已经到了大结局 结局很明显 也很伤人 后面发生的事和贤雨所说的一样 离婚是自己先提出的 可丈夫却从没放弃过婚姻 她一直都是一个拼命守护家庭的人 就算到了最后决定离婚 也是为了让自己心里更好过一些 虽然丈夫是个优柔寡断的人 但她一直都在用真心对我 希望大家能收回对丈夫的指责 写完这段留言 秀妍终于正视了自己的内心 开始了新生活 离婚后的日子里 秀妍依旧疲于奔命地在孩子和工作之间找寻平衡 贤雨也适应了独自一个人的生活 到了周末贤雨还是会来看孩子 俊秀已经长大了不少 现在已经可以自己洗澡了 贤雨发现房间里的灯坏了 她立刻就去帮忙修理 秀妍也贴心地为她准备了一些泡菜 两人离婚后的相处反而比之前更融洽了 贤雨愿意花时间倾听秀妍诉说那些生活的琐事 秀妍的脸上也再次露出了明媚的笑容 她们之间的关系让秀妍的闺蜜都不禁感叹道 现在两人看起来比离婚之前还要和谐 说不定很快就要复合了 秀妍虽然嘴上说着不可能 但脸上的笑容却说明了一切 这天夜里 贤雨邂逅了一个和自己一样喜欢娃娃机的女人 刚好对方的娃娃被卡在了出口 在贤雨的帮助下 两人合力拿出了娃娃 回去的路上贤雨猛然发现他们竟是邻居 初次见面两人都给对方留下的不错的印象 接下来的日子里 贤雨总是在不经意间与对方相遇 通过聊天得知原来对方也离了婚 两人都有相同的爱好 都很喜欢抓娃娃 平时也很聊得来 对方更是直接提出了约会的邀请 面对对方这么直接 贤雨并没有拒绝 很快两人便开始了第一次约会 吃完饭他们又聊起了各自离婚后的生活 随着对彼此的了解越来越多 两人的关系也越走越近 往后的日子里 他们经常一起购物 一起吃饭 一起去公园抓娃娃 对方还贴心地为他准备了很多小菜 而秀妍这边却遭到了挫折 因为李懿还带着孩子 再次让他遭到了职场歧视 失去了本该升职的机会 明明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却还要微笑着面对一切 就连同事也看出了他的逞强 本想打电话约贤雨倾诉内心的失落 但贤雨却已经约好了和女邻居一起吃饭 只好拒绝了他 秀妍没有多想就挂断了电话 晚上回去的路上 秀妍看到了正在和女邻居一起吃饭的贤雨 碰巧贤雨一抬头也看到了窗外的秀妍 两人四目相对 贤雨显得有些茫然 秀妍呆呆地住立在原地 一种莫名的辛酸涌上心头 曾经幻想复合后的美好画面 在这一刻全都被撕得粉碎 秀妍失魂落魄地来到贤雨家的门前 秀妍也匆匆赶回了家 两人闲聊时秀妍无意间打开了冰箱 看到冰箱里塞着满满的小菜 她什么都明白了 另一个女人已经走进了秀妍的生活 她的心突然感到一阵刺痛 慌忙地向秀妍告了别后 秀妍就独自离开了 望着自己深爱的女人落寞离去的背影 秀妍内心无比地纠结 当晚秀妍给秀妍打去了电话 聊了一会孩子的时候 秀妍却突然说道 秀妍却突然说道 思考了一会 她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隔天她蹲跑地冲向了新生活 这时刚送完孩子的秀妍 看到了街对面的闲鱼 两人隔着茫茫人海相视一笑